小女生顯得很快樂 然後對我說 謝謝你叔叔 明天會更好 明天見 我看著美麗的小女孩 唱著歌遠去 對著她的背影說 是的 明天一定會好起來 明天一定會好起來 我離開了那個地方 六年後的今天 六年 六年後的今天 我有一個溫暖的家 妻子溫柔善良 孩子活潑健康 我在中國的一所大學裡教英文 學校裡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尊重我 因為我教學很認真 並且負責而且充滿自信 又到了聖誕節 聖誕樹上掛滿了心心 孩子在搭積木 妻子端來了火雞 用餐前 我閉上了眼睛 默默地祈禱 祈禱完後 妻子問我 在向上帝感謝什麼呢 我靜靜地對她說 我在感謝上帝送給我一個天使 一個改變我一生的小女生 我對妻子說 你知道我是進過監獄的 可是那已經是過去了啊 妻子深情地看著我 是的 那是過去了 但是當我從監獄出來之後 我的生活就全部完了 我找不到工作 誰都不願意和犯過罪的人共事 我充滿了憂傷的回憶者 我以前的朋友也不再信任我 他們躲著我 沒有人給我安慰跟幫助 我開始對生活絕望 我發瘋式的想要報復這個冷漠的社會 那是一個聖誕節 我準備了一把槍藏在褲子口袋裡 也就是剛剛她說她不能送給別人的東西 口袋裡的東西讓她怎麼樣 讓她興奮 因為她要去搶劫 好 我在一家快餐店對面尋找下丑的時機 我想衝進去搶走店裡所有的錢 其實睜大眼睛 說你瘋了 我是瘋了 我想了一個下午 最多不過是再被抓進去關在監獄裡 在那裡面我和其他人一樣 大家都很平等 各位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當一個人失望的時候 他不再懷抱著希望 他頂多再回到監獄裡頭 他覺得這個社會太冷漠了 他了不起就是再去關而已 他的妻子後來就很緊張的問他 那後來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 我對妻子講的那個故事 就是開始講述這個小女生的故事 然後小女孩的祝福 讓我感到溫暖 我走出監獄之後 從來沒有人給我像她那樣溫暖的祝福 我激動地說 親愛的 你知道是什麼改變了我的命運嗎 他的太太緊緊地盯著她 小女生對我說明天會更好 感謝她告訴我生活還在繼續 明天還會更好 以後我在困難和無助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我自己 明天會更好 我不再自卑 我充滿了自信 後來我認識了你的父親 她建議我去做一個教師 接下來的事情 你就都知道了 就是那個小女生 她一個祝福改變了我的一生 妻子深情地看著我 把手也放在胸前 感動地說 讓我們感謝她 一起祝福她 然後她再一次地把她的手 放在她的胸前 放了一個十字架 各位 一個祝福的價值 是沒有辦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她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甚至很多人的命運 所以我們不要吝嗇送出祝福 哪怕是對一個陌生人 或許你對我無意間 送出的祝福 你對別人無意間送出的祝福 會帶給她一生的溫暖跟幸福 當然也因為這個小女生 給這個即將去搶劫的人 告訴她一句明天會更好 在她那個當下 她覺得小女生給她 從來這麼久以來 沒有人給她的一個溫暖 所以她感受到了 她的當下念頭改變了 以至於能夠 即時的沒有去再犯這個錯 否則的話我們都知道 她會在監獄裡過完她的一生 好 那最後她在總結的時候提到說 時辭和人結好緣 任何時候都要讓別人生起歡喜心 那這個故事是來自一個法師 很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剛剛在聽的時候 好像是應該是一個基督教的 或者天主教的一個故事 怎麼可能是由佛教的法師發出這樣的文章 但事實上 一個人的愛 愛連國界都沒有 怎麼會有宗教的差異呢 我們是對所有的人都應該關懷跟祝福 是不是這樣呢 而不是有分別心 是什麼宗教或者是什麼國度的人 祝福是不應該分種族的 所以當我們相信明天會更好的時候 明天就真的會更好 我們要時時刻刻去對別人有幫助 也廣結善緣 當然也會對別人影響他的一生 讓我們一起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這個就是一個祝福的價值 所以事實上整個總結我們人的一生 你處在什麼地方其實並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要往什麼方向前進 你現在的狀況如何也並不是很重要 而是重要你要往什麼地方前進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的念頭 對人生的影響力太大太大了 我們也常常聽到說沒有人能夠預知明天 但是你可以善用今天 你沒有辦法樣樣順利 但是你可以試試盡力 既然人沒有辦法決定生命的長度 我們就可以去開展他的寬度 你不能去改變天氣 但是你可以改變你的心情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別人 你可以掌握好你自己 你沒有辦法阻止逆境 但是你可以勇敢面對 創造人生的價值其實由你自己做主 所以信念是誰在掌握也是自己 一個人要做好自己的主人 你才不會被環境所支配 時間也是如此 環境也是如此 人生也都是如此 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人 你就不會被時間 被環境 被事情 被你的人生所支配 所以創造人生的價值 此刻就是由你開始 人生的價值要自己去創造 這也是一種正向的思考 所以我們要懂得用對方法 天下的事情大約分成兩種 一種是可以解決 另外一種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可以解決的事情 就趕快找辦法解決 至於沒辦法解決的事情 你即使擔心也沒有用 所以你不要自尋煩惱 應該更積極勇敢的去面對我們的人生 那我今天轉念 可以讓自己快樂的過一生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轉念快樂過一生 那最後我要祝福各位都有一個 身心平衡的人生 健康的人生 美好的人生 祝福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